我们刚才说说了那个话剧小品 还有电影 电影也是有非常有名的电影 这是电影 这跟龚丽 对 这跟龚丽 威尼斯国际电影节 球技大官司得了最佳影片奖 破莉给了龚丽一个最佳女主角奖 这是破莉了 两个奖 得了双奖中国 第一次 那当时张艺谋导演 为什么会找您去演这部戏呢 觉得您跟这个人物形象是符合吗 我第一次他们班毕业的时候 我演个老农 就压力非常大 第一次拍电影 但是演完了以后 对我安慰又非常大 为什么 有人观众打赌 说这是哪个村的老农 绝对是 乱真了都 演得这么好 有老农演的 所以他们班就有印象了 完了以后 演完球技大官司以后 记者抱纸灯的 农村专业护演员雷确胜 如何如何 我说你这个记者 什么意思 我进不了城了 我就 后来就是 演雷宇 李肇宏的第一部电视剧 雷宇 我算进了城了 原来也不是我演 后来 那人荡气不行 你来吧 叫我 我这个努力 下劲 我这无人和我得进城 一下子进了城了 进了城了就坏了 管家专业户 大宅门的 大宅门 什么日落紫金城的管家 那都是坏管家 坏管家 对 大宅门里 对 对 原来也不是我演 所以演员就是机遇 原来这个电视剧 大宅门 拍了大概两个月 下马了 为什么下马了呢 因为这个郭宝昌 版权 卖给海王了 他拍戏就按他的牌 海王说你得这么拍 这个演员换一个别的 这演员 这个 什么呀 去去去 我就这么拍 停 不拍了 你版权卖给海王 海王说了算 不拍了 停了 后来大概一两年吧 中央台要拍这戏 哎呦 什么条件也没有了 你行 你就来吧 我小的时候 看这大宅门的时候 有一场戏事 我印象特深 哪一场 就是这个王喜光 让人把裤子给磅了 挨打这个 这是您找替事了吗 还是就是您拍的 我自己拍的 哎呀 别提了 好多人都说 你这个换人演得真好啊 第一 评价在这儿 第二 还有我爸裤子 屁股怎么回事 那是替身 替身 我都说 我说替身替身 后来 我都没有心里去 儿子有一次跟我说话 我难受了 儿子说 爸 以后接戏注意点 我说什么意思 我在学校都抬不起头来 我说你怎么抬不起头 你让人扒裤子 我这个儿子能说假话吗 我心里边就特别难受 我心想得了 以后这样戏不能拍了 我无所谓啊 那个儿子不干了 你儿子在学校 他不行啊 对不对 演员呢 是为了角色 要付出一切 可是别人他不理解 旁人他不知道 雷老您统计过吗 您从当年开始 这个演话剧 到今天一共演了多少部话剧 演了大概将近一百部吧 将近一百部 将近一百部 就是不到一百部 将来我想突破一百部 哈哈